你好 我是雨色 你今天看过一本好书了吗 农历七月快到了 一讲到农历七月 大家就会联想到是鬼门开 还有各个法会的现场 来举办消灾祈福的这个活动 这好像也成为我们台湾的一种 民间信仰不可或缺的一个画面 冤亲在主要怎么消 才能够真正的来化解 我们跟他之间的怨念 法会到底要怎么参加 法会的功效到底在哪里呢 我相信许多的人 在参加无数场之后 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那今天这一集节目 要跟大家来介绍 我今年在版的一本书 透视灵历 我从拜拜背后 发现改变命运的秘密的 这一本书里面 神明教导我怎么来看待 关于化解冤亲在主这件事情 还有法会的这件事情 这一集的节目里面的内容 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这本书里面 如果说你还没有看过这本书 都欢迎赶快的上金试堂 博客来购买 那我也会加入我个人新的诠释跟看法 因为毕竟走灵修这么多年 有时候对于这种无形的东西 对于宗教东西 总会有一些新的诠释跟观点 毕竟经验不断的累积 一开始我就先以第一人称来念我这本书 写的关于冤亲在主 还有办法会之间的关系 每一年到了农历七月 各个地方的庙与道场 总会一窝蜂的举办 各种由不同仙佛菩萨所主持 消灾祈福以及超度祖先 冤亲在主的法会 随着网络的科技进步 法会甚至你不需要本人去到现场 你也可以线上点灯 这个在我们灵源院 也都是这样来举办的 这些法会的效果到底是如何呢 我的灵修的指导神 除了姚石继母之外 还有一位是九天母娘 九天母娘她是这么教我的 她说如果你不知道过去 你是做了什么事情 结下了这个果 那么你又怎么样知道 这辈子的种种的业 是跟过去生是有关系的呢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冤亲在主 他叫什么名字 你又如何的将他们超度走呢 所以这句话呢 九天母娘的意思是说 如果要化解冤亲在主 或者是消我们的业力 我们去办法会的时候 就要去思考 我们到底上辈子做什么 那要不然为什么这辈子 会过得这么不好 反过来说也就是 你这辈子你必须要看见什么 你感受到什么 那么你才能够去反推 你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要消解 你跟冤亲在主之间的关系 她如果没有名没有姓 你要化解跟谁之间的恩恩怨怨呢 这是九天母娘呢 在这一段灵讯当中呢 特别要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既然呢 不知道要超度谁 又何必做无意义的事情呢 那么就有人会认为说 超度法会呢 能够让参加法会的人呢 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 人呢会因为 看不见无形的事物 而感到恐惧 所以只要有人说 已经将冤亲在主 超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就会比较安心 但是对这句话 我想要提出一个反问 就是为何要把人生的主导权 建立在一个位置 跟他人身上呢 因为你不知道 你看不见 所以呢 好那我就盲目的跟从 这样的说法 好像有点迷信 那这种盲从的行为呢 往往会招来更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意义 跟没有价值的生活态度 心想清楚 冤亲在主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的书呢是这么写的 人活着呢 并不是把人生的主导权 交由他人来做决定 而是对自己所说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 你要很清楚的是 他对于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假使无能为力 来了解问题本身 至少也要很清楚的 去厘清清楚 自己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换句话说 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反正别人比我还要懂 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态度 换句话说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在做这件事情 你背后所带给你的 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说 今生的不顺遂 是冤亲在主 或者是主先灵在作税 要办超见法会 才能够得到平安 这个时候就要访问自己了 办这场法会 对我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重点就是 有没有意义取决于在于自己 这是自由心政 要注意 是有没有意义 它不等于有没有效 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思考 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觉得 人生不顺遂 我去办法会 这有意义吗 这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推想 就是人生的苦难 或是人生的不顺遂 它到底有没有更有意义的地方呢 比如说你觉得人生 好像一直赚不了钱 那我去办法会 这个好像少了一层的连结 那我们去思考说 是不是我不够努力 或者是我已经努力了 但是还是没办法赚到钱 那么我们再去思考 是不是我们没有智慧 看见赚钱的方法 我们没有智慧去找出 真正属于我们天命的事业 那么用这样的思维 去看一件事情 它就有意义了 我们去参加这个法会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这个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 有提到的 就是民间信仰这个东西 不要变成是一种流水帐 不要变成一种就是 反正大家说 我就跟着去做 那我也没有去思考 做的这件事情 到底对我有没有什么意义 接着就来谈一谈 关于冤亲在主 或者是祖先灵的问题 因为刚才九天母娘 有特别提醒我们 如果你的冤亲在主 没命没生 你也不知道它是原是扁 那么你做这件事情 它到底能够化解 你什么样跟人的恩恩怨怨呢 我的这本书里面 也提出了答案 有一位中年之后 开始出现脑性麻痹的个案 来找我问世 当时他的身体一边的手脚 已经不良于醒了 一开始我们先谈论 他未来的工作发展 接着才逐步的讨论到 关于身体健康的问题 根据他个人表示 他们家族同辈当中 有许多人有脑部疾病 跟家运不顺的问题 曾经有许多的通灵人 我记得当时他还有说 也有去公庙问世 去找机身来问世 很多人说他家族的问题 跟祖先所造的恶业 是有关系的 当时他告诉我说 他们的祖先曾经 世代是抢盗 我印象当中是海盗 而且好像有好几代 不是只有一个 是好像整个家族蛮多人 都从事海盗的工作 造成许多人 在生命跟财产方面的伤害 因此祖先曾经做过的恶事 就影响到他这些后代子孙 导致这些后代子孙的事业不顺 身体状况跟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一开始他在年轻的时候 身强体壮 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的身体也慢慢的无法行动 我记得我在看到他的时候 其实他如果不说 我没有发现 他有脑性麻痹的问题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过 脑性麻痹 它是后天造成 我以为一般都是 生出来之后脑部缺氧 可是他好像不是 这个是我第一次 听到这种状况 因为他的年纪开始慢慢大了 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之后 他就真的去思考 是否真的有祖先灵的问题 以他的问题来说 我相信有一部分 是跟祖先业力是有关系的 但难道就没有其他 因缘聚集的缘由吗 比如说前世的因果疾病 比如说上辈子是不是受过伤 造成这辈子的身体疾病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上辈子 所造的什么样的业 延续到这辈子来 不过就算是追根究底 其实无济于事 重点是解决他的脑性麻痹 跟手脚不灵活的问题 既然不论是祖先业 缘亲在祖 或者是因果病 那今世都是一种果的呈现 就是结果 那么就要去访问自己 今世是否抱持的 积极良善的态度 来帮助自己跟帮助他人 不论是因果病 缘亲在祖 或者是祖先灵 不管它是什么 其实我们还是有消业的方法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读书还有反思 还有静坐念经 行善 还有在宗教上的修持 都是可以化解我们累世的业力 在我们身上所累积 所显现的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去探究说 那就是一定是上辈子 或是祖先灵 冤亲在祖问题 但是你只是怪罪 你却没有做出任何的正面的 积极的态度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又说不过去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不是说你去做这些就一定有效 至少在心理上面 比较不会怨天游人 另外一个就是拼命的找答案 然后有人告诉你 答案是什么 你就去做 我觉得这也是无济于事 你去问一百个通灵人 我相信以他的问题 就有一百种答案 那么你就要做出一百种行为 可是这些事情 并不是发自于内心 刚才我说了嘛 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不是别人说的算 是你自己觉得该怎么做才是好的 家里有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我觉得我应该念经 我应该持咒 我应该要布施 或者是我应该多看一些圣贤之书 可以让我心感觉到安稳 其实这个就是发自于内心去找到意义 这件事情跟问题本身之间的连结 关于他的问题 我的灵修的指导神吴吉耀斯基姆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你都已经听过这么多的答案了 那么身为祖先后代的你 有为祖先还有金氏的家庭 做过什么善事吗 千万不要把问题都推给祖先 吴吉耀斯基姆后来讲的这句话 真的让他跟我都起得鸡皮疙瘩 他说你不要忘了 或许你也曾经是自己口中的祖先转世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你认为你的问题是上辈子祖先给你的 所以你可以去怪罪你的祖先 或者是认为说 这个就是上辈子 那些祖先业力所造成的 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类似用这种方式去想 可是不要忘了 人会轮回绝大部分都是在同一个家族当中 不断的转世轮回 跑不了太远 这是我后来从许多的灵修的故事里面 还有通灵问世当中 我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 都会在自己的家族当中 不断的转世轮回 没有那么悲戏 也没有那么好命 如果说你们家是贵族的话 也没那么好命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因缘 才会转世到这个家族之外的 其他的家族以及其他的国家 这个是有可能的 那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母娘意思是说 你觉得你的问题是祖先带给你的 可能也或许 你上辈子就是做了这些事情 才导致这些病因传承到你身上 那么就换句话说 那些他的家族亲戚 都有相同症状的人 很多 他告诉我 他的堂兄弟姐妹 还有他的堂兄弟的孩子 都有脑性的问题 而且家庭都不顺遂 试想一下 如果上辈子的祖先是海盗 那么这些人有没有可能 其实都是同一批人 原班人马的回到这一世再投胎 这也是有可能 我当时就跟他讲了 我说从无极瑶斯金母的这段话里面 就可以猜想得到 在你们家族的同辈跟长辈当中 应该绝大部分的人 是没有宗教上的羞耻 或者在生活上 是没有修心养性的功夫的 他就点点头肯定了我的答案 包含他自己也是 接着我在书中是这么说的 在今生把不顺遂推给祖先灵之前 不妨先问问自己 今生今世 我们有没有发扬光大 我们自己的祖先家族 这里并不是指说 要做什么样的丰功伟业 行走在人世间 人的所作所为 本身你就带了你自己的家族 跟宗族的业力在里面 也就是说你不是独自自身 至少你有姓氏 你姓陈 你姓王 你姓张 那么就代表是你的宗族 跟你就有血脉关系 那你的言行举止 包含你在网路上 所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都牵动了 你跟祖先的关系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所以我们有可能 也是我们自己祖先 所投胎的 那今世的不顺遂 只是承袭上辈子的行为罢了 所以遭遇不顺的时候 先不要听信他人的话 来怪罪我们自己的祖先 因为那些都已经不可考的 摸不到也看不着 应该先静下心 好好地想一想 身为后代的我们 是否在身口意上保持自觉 为我们的宗族消除累世的恶业 如果做不到 至少身口意要保持简朴的习性 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 一则真人真事的个案的故事 这个是书上没有的 许多年前有一个个案来预约通灵问世 他当时算是很频繁 几乎每个月都会来找我通灵问世 还有塔罗牌占卜 有一次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其实到现在 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他小时候 他的爷爷非常的疼爱他 他不是独子 可是他是长子 他下面还有个弟弟 可是他的爷爷 因为他跟他弟弟年纪有点点距离 所以他的爷爷就有非常地照顾他 他爷爷是外甥 但是小时候他的脾气不好 常常口出恶言去骂他的爷爷 他爷爷对他比较宠 那他常常就会摔东西 或者是就是发脾气 就小孩子 你不要想象他是个坏人 其实他是个好人 因为我跟他互动有蛮长一段时间 他真的是一个大好人 可是小时候脾气就是不好 他的爷爷比较晚生 他的父亲 那他父亲好像也晚婚 所以他出生没有几年之后 他的爷爷就晚生了 我印象当中应该也不到他10岁 他爷爷就晚生了 经过了这么这么多年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可能年纪大了 想起他的爷爷 他对他爷爷有一种 很深很深的愧疚感 他很难过 他每次想到他爷爷 他就有一种很难过的自责感 觉得他当时年轻不懂事 而且他就是个小孩子 就问我说我想知道我爷爷相 过得好不好 我可以怎么做 比如说在法会当中 让我爷爷好一点吗 那这种事情 塔罗牌是算不出来的 我也没办法用塔罗牌算 因为这个真的是太无形 所以我就请示了 吴吉尧斯基姆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来处理 吴吉尧斯基姆他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非常的惊讶 其实让他当下也哭了 他说不要为了你爷爷的往生 而感到自责 你们两个之间的互动 一切都是注定好的 你也开始去回报他了 那当事人觉得说 没有啊 我没有回报他 因为他往生的时候 我才不到十岁 他五六岁左右 他说你爷爷已经回到你的家族了 再一次的投胎转世了 他非常的乖巧 聪明 也很有福报 在这个你们的家族当中 他每个人都很爱他 每个人都很疼惜他 那因为他这辈子 就是不偷不抢 也非常的守本分 长大之后 因为你们家族对他的疼爱 再加上他自己的福报 所以他长大之后 他会过得很好的生活 结果他一讲的时候 他的脸原本从严肃 从怠慢的自责 马上转成一种非常宽慰跟笑容 我说为什么 你的表情完全变了 你知道你爷爷转世到哪里去吗 结果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吓到了 他说我知道 他变成了我的侄子了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他说因为我们的家族很简单 我的爷爷呢 他就只生了我的父亲 那我的那些亲戚们呢 都不在台湾 那在大陆那边好像也都 因为内脏关系都往生了 就只要他跟他弟弟 他没有结婚 他弟弟呢 在五六年前呢 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呢 非常非常的年大伯 跟他关系就非常好 所以呢 这个个案呢 据他说啊 他每次回去之后呢 就一定要去看这个侄子 然后把他洗澡 然后一直陪着他上床睡觉 他说呢 其实我也怀疑过 我的侄子是我的爷爷来转世 但是这个没有人可以印证 我透过你的嘴巴 还有透过无极瑶斯基姆 我印证了我的想法 那我知道我该怎么样 来跟我的侄子相处了 人哦 跟人之间的家族的关系 是这么的紧密 他不说之前 我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啊 大部分人家族 绝对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还有叔叔伯伯啊 堂兄弟姐妹啊 表兄弟姐妹 什么之类的嘛 他通通没有 因为他就一个侄子 所以他很好印证出 就是他的侄子 就是他的爷爷来转世 所以你觉得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真的就这一世就没了吗 我觉得不是啊 回到这一集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不管是祖先灵 冤亲在主 其实都可以化解 但是我们一定要发自于 我们的内心 来做这件事情 就像前一个个案 所提到的 跟祖先的关系 是祖先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导致他这辈子过得非常的不好 而且他的家族都过得不好 但是不管如何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来逆转的 这是我这一集节目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如果说你还喜欢我这一集节目 那么欢迎可以赶快的上 博客来金石堂 还有尸体的书局来购买 我今年再版的这本书 透视灵验 我从拜拜背后发现 改变命运的秘密 在持相合眼 祈求先佛加持PEO的当下 你有先看见自己的力量跟价值吗 是这本书的精神 我是宇舍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吴吉耀斯基姆是林桑派的创始神 在七十多年前降下的先天麒麟法 唤醒了无数的龙凤儿的元神 开启了一连串林桑派的盛况 荣历7月18号是吴吉耀斯基姆圣诞 为了感恩耀斯基姆慈悲的教导 林圆圆举办了林桑派 吴吉耀斯基姆圣诞 福寿康宁掺宇 所有的仪轨 政法跟教导 都是在吴吉耀斯基姆 降机指示之下来进行 吴吉耀斯基姆圣诞 福寿康宁掺宇 详细的活动办法 已经放在了说明栏 我是宇舍 期待你参加这一场 吴吉耀斯基姆圣诞